你那么省为什么还那么胖 你这几年存了几十万 有什么省钱的秘籍吗 就是你一定要少花钱 就是在买某样东西之前 要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就是不买会死吗 就是一定用得到吗 然后这个不买这个会不会怎么样 一般比如说我很想吃顿火锅 但是也不是说吃不起火锅 但是一顿火锅下来也要好几百块钱 那如果说不吃火锅我也不会死掉 然后就这样坚持下来就不吃了 有很多人问你 你那么省为什么还那么胖 可能是平时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 再加上吃的东西都是重油重盐之类的 口味比较重 可能是吃饭不规律 再加上有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才吃的 那个时候真的饿死了 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就吃了三碗饭 问完这两个问题之后 你就会发现好像不买我也不会怎么样 是我不吃我也不会死掉 但是我如果不吃 我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块钱给父母 让他们过得更好 或者是说我可以多存点钱 我存个三十万五十万 可能我就能抓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就可以自己做生意 就是靠人 然后一定要努力工作 就是当你很疲惫的时候 你一回到家你就只想睡觉 你就没有时间精力去消费 就没有时间精力去消费